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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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今天會特別強調在 好通片的部分 我們來看音樂類型的表現 我們如果用創作的概念來講的話 電影裡面的音樂 我們可以把它分為是 原創音樂或是非原創音樂 那非原創音樂可能就是 它用一些季柔的音樂 像是母演音樂 或者是一般的流行歌曲 把它加到電影裡面去 那原創音樂當然就是指出 它特別為了這部電影 去做的一個音樂 那表現形式可以 我看到我看到有多種 像片頭音樂、片尾 或是片尾歌曲等等 那我一般比較熟悉的 就會是像主題曲 或是主題音樂的部分 那其實這幾種形式 它可以交叉使用 在電影裡面 你可以看到 如果大家有在聽電影原生帶的話 可能電影原生帶裡面會有 就是數量不一定 可能會有兩三首 或是它全部 它是所謂的原創音樂 或者是它可能 裡面有兩三首是原創 然後其他的是收一些 或者是比較常聽到 有什麼音樂或是音樂等等 那音樂在影片中有一些作用 那當然像是敘事跟典型 它就是藉由音樂 或是一些旋律 它可以去說明整個故事的走向 或是整個影片的表現 那它當然也可以有一個人物形象的塑造 或者是去闖掉它的內心 跟它的精神狀態 那它以前在語言的形式補充畫面 就是說它 音樂其實跟語言還有聲響很不一樣 就是它非常的能夠渲染情緒 就是它非常的直觀 所以它可以說出一些 語言要不然比較大的感覺 那在斜景 它可以呼托畫面啊 暢化喜劇性等等 那它當然你可以暗示特定時空 然後你可以藉由這個音樂風格 你可以了解它現在這個固執的背景 到底是在什麼樣的時代 或是在什麼樣的空間等等 那還有一個比較特別就是 如果大家有在注意 像是90上有一本書 它在講它的 做宮崎駿電影音樂的過程 還有一些講電影 它因為講他們的一些創作過程 他們其實都會提到說 音樂它能夠支撐內容 並強化的被取代 就是說有一些人認為說 音樂它不應該只有服務影像 就是音樂跟影像系統很重要 像我們之前有講過 吳吳吳吳吳吳吳 他也認為說 音樂跟影像 它要一起為整個電影服務 而不是只有支撐影像 所以其實每一個創作者 他們的觀點不一樣 但是音樂它其實可以 同樣為影像服務 但是它也可以有自己的主導性在 那如何創作影片音樂 那這邊就是就我們自己跟 一些像是做劇場 或是做影片的合作經驗 但是再加上一些書上面的整理 大概都可以整理出來說 當我們今天在跟這個導演溝通的時候 通常都會問他們說 我們想要什麼樣子的音樂 你們有沒有自己的一些音樂的清單 通常我們可能拿到劇本 或者是拿到初剪的影片的時候 都會先跟導演討論說 你有沒有一個紀錄的音樂清單 通常 通常 當分了裝 他們自己都已經有一個 簽設立討的 然後說他片頭要放聲了 或是在這個主場的 這個情緒或這個片段 他想要放聲音樂 通常他也聽了一個紀錄的 或是想像 那會就他的這個清單 你就是做討論說 整個作品的概念跟調性是什麼 那有沒有一個主要的主軸 那你可以就這點 他們做發展 那再來就是他的觀眾群是誰 你粉末性一點 那如果說像在卡通片裡面的話 就是有些卡通片 他其實是給大人看的 那可能就是給小朋友看的 這個音樂的調性會很一樣 那再來就是說 你希望這個電影 因為他是 不管是形式上 或是你聽起來的感受 他是完全獨立 完全沒有聽過的 或是他可能是類似 類似鼓臉 或是搖滾 絕世等等 有沒有一個 比較清楚的風格 或是概念 那最後就是導演 對於整個音樂 在整體作品的發展 怎麼樣的想像 他覺得音樂 可以為這個作品 拿到什麼樣的服務 或是加分 那一般常見的音樂風格 就是這幾種 就是古典音樂 當代音樂 電子音樂 民主音樂 跟聲響 其實當代音樂 這邊講的應該是 所謂的現代音樂 那可是現代音樂 他雖然是說從19、20世紀以後 他有一些定義上方 清楚了 他是要對於絕世旁客等等 可是他其實 相對於古典來說 他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比方說在560年代流行的歌 那時候是當代音樂 可是到了我們現在來聽 那個時候的音樂 就已經不是所謂的當代音樂 所以他有一個相對的概念在 大家不用這麼嚴格的去畫分說 怎麼樣的音樂 叫古典音樂 怎麼樣的音樂 叫現代音樂 叫古典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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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是弄的 你們彈你 你剛才是彈一博 誰能不搭 誰能不搭 誰能不能搭 誰能不搭 誰能不搭 你 你不能搭 就是所謂的音樂音效化 那我們就先來聽一段音樂 那我們剛剛有看過幾種不同音樂的方式 那像迪士尼從小美人魚之後 小美人魚這張文 就是這部電影它其實有很多不同類型風格的音樂 然後在小美人魚之後 從美女魚野獸開始 他們的音樂都會跟有些音樂做結合 不管是找有些音樂各種詮釋或是做演唱 那都跟 就是電影跟有些音樂做非常好的節目 像美女魚野獸就是那個 演唱的主題區 那接下來像泰山也是那個 沒有控制演唱的出口 然後 然後 公中 獅子王 獅子王的獅子早 那個標準照 大概每一幕都可以去 替他們原地人生帶 可以發行 他都會跟 覺得有些音樂都會接 另外一種 就是所謂運用案例 我們其實剛剛一開頭就講 其實動畫片它其實只有卡通 像是用運用電腦特效去做影片 這樣其實也可以算是動畫的一種 那其實像變形金剛 它因為鎖定的族群 可能從 國小 國中 到四十幾歲 五十幾歲 就去放大 那它又是放標準的娛樂商業片 所以它裡面有很多歌曲 就是找像標錄製 陸上的很好的在裡面 那像天外奇蹟 其實天外奇蹟如果大家有去聽 它的電影角色代表 它其實不是那麼給小朋友聽的音樂 但是裡面非常多的是 很絕世風格的音樂 那固執蛋 其實迪士尼的固執蛋 大概就是老少吉里 大家都探討一下 比如說它的電影音樂的風格不一樣 那另外一部公主 青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嗎 就是電影台偶爾唱都會播一下 那其實這部電影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次 它的公主 是我們一般認為的那種 小的白鏡啊 或非常端裝的 它的公主是一位黑人公主 所以它基本上在人物設定上面 就有做了一點變化 除了是黑人公主之外 它整個故事的時空是在 可能是二三年代 就是當時的黑人 它們可能要到 就是比較富有的人家去 然後用去報納 可是這樣子的 貝獨善這個女孩子 它又非常的活潑 好像喜歡唱歌 非常深奕利 所以在電影的 相帶好整個電影的 插組的工作上 它就有非常多的 像是決心樂啊 藍調音樂 或是一些比較相遜風格的歌曲 就是配合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 黑人公主的一個形象 那再來是創風 就是這樣 它也是底盛的 那它其實就是 電文改編的 它整個故事也就是 從容物精到 電腦遊戲中去 去做 找到爸爸 就是一個 探奇的過程 只是因為 這是一個虛擬詩節 所以它的整個 電影音樂是非常 前衛跟傳媒電影 然後他們是找了一個 電子音樂團 叫Devpump 就想到他們 幫他們做這個 電影音樂 所以整張專輯 還有整個電影 都是這樣的 就把未來的 那在一支 專輯裡面 它是畫了一個片子 那其實整個片子 裡面沒有太多的對白 那它當然裡面 也有一些就是把 所謂音樂音效化 就是用樂器 去做一些音效 有一些片子 都還蠻有人找到 可以找來看一下 那其實 所謂的動畫片 它跟我們之前講的 所謂的劇情片一樣 就是電影它一定 從末天 就沒有聲音 落入到有聲音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部有聲音動畫片 就是畫我們 的戲場而已 在那裡 有聲音動畫片 在那裡 有聲音動畫片 有聲音動畫片 在某些地方 有聲音動畫片 在某些地方 有聲音動畫片 在某些地方 只要在某些地方 在某些地方 也要放了